今天呢有两项任务 一个呢是清洁卫生 第二项呢是采购 儿子 你负责把这个店里的地给我擦干净了 没问题 行 小川干啥 他也擦 好 说我擦啥 那个你把我的手机屏幕给我擦干净 好嘞 等会儿吧 你分配工作能不能一碗水端屏了 我怎么没端屏啊 我擦地 他擦手机屏幕 这平方面积差不了少呢 不都是擦吗 你计较知道干嘛呀 儿子 这个手机对你爸来说好重要啊 知道吗 我出来进去的账全用手机来划 是吧 还而且到晚上我跟你黄姨聊天的时候 就用手机给他发微信 你说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 太重要了 是吧 行行行 理解了吧 理解了 行了干活吧 行来擦吧 说给您擦啊 哎哎哎 擦吧 哎哎哎 你妈最近这几天没说我啥呀 最近 啊 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您来着 昨天晚上跟我说 说你前叔这人呀 心地善良 特别精明 心里特美 说得对 就是长得磕尘 哈哈哈 你笑啥啊 你长得好看呢 那我也随你 哎 瘦啊 你妈就没说点别的 别 啊 还说了 说您呀 这人 能言善道 多才 多异 浑身上下 都是特长 哎 对对对 就是腿短 哈哈 哎呀 爸你不用抬 你腿短 哎呀我是听出来了 爸 黄阿姨 这一天到晚也没说你好话 我乐意 赶紧擦你的地 擦完了 擦完了 说我这擦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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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是他 小超这手机屏幕擦的 正亮正亮的 这字看得特别清楚 是不是 你看看你的地擦的 我对一看 二十几个脚印 赶紧赶紧擦 擦完了 差不多得了 爸赶紧再分配下一项工作吧 行 我不是下一项工作啊 下一项工作是采购 采购 哎采购 你们俩挑啊 那个 爸 分配之前你可一碗水得端平了啊 你放心 我肯定端平了啊 那个一个那是一箱酱油 一个那是500斤白面 说我先挑 等会儿等会儿 让大哥先挑 对 大哥先挑 儿子 哎 你说爸这碗水端的屏幕 我是你亲儿子 哎呀 500斤白面 一箱酱油 我来一箱酱油 行 那我来那500斤白面 好 儿子 哎 去超市 扛一箱酱油回来 好嘞 那个超啊 哎 你在手机上订那个500斤白面 完了他们自己就给送上门了 好嘞 等会儿 等会儿 爸呀 我刚才小脑那么一居令 我恍然大悟 小超人家是客人呢 对吧 我怎么能让兄弟干这么重的活呢 这么对吧 我来500斤白面 对 那我来那一箱酱油 行 那个 这样 你在晚上订一箱酱油 他们自己给送来 好嘞 你那些到超市 扛500斤白面回来 爸爸 你是我亲爸爸吗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